现在对于俄罗斯和这个美国来讲 他们双方呢透过峰会 视讯峰会 希望能够呢把这个危机的这个因素呢 然后来降低 而对于美国来讲呢 如同梦魇般的情境呢 就是在今天 普丁跟拜登会面之后呢 有记者问到这个苏利文 这也是前两天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在下个月 普丁呢真的是往这个乌克兰呢 推兵进军了 同时这边呢 中国大陆呢对台湾进行这个犯台 美国呢早就已经不具备 应对两个战场的能力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话 美国该怎么办 他在北约这边的这边 还有这个军事部署 可是一旦呢 如果说俄罗斯的军队呢 进入到乌克兰 或者是发生了 像上次克里米亚的情境 克里米亚的情境是克里米亚里面呢 亲俄罗斯的人士 他们已经占领国会了 然后呢 俄罗斯呢派兵呢 来去声援他们 如果说在乌克兰的内部呢 发生内乱 而他们反对这个乌克兰政府 亲俄罗斯方面的势力呢 占了这个上风的话 而北约和美国这些反应的 这个机制呢又慢的话 那就等于是给了普丁可乘之机了 那如果说这边他们采取行动的话 那相信他们在有关于大陆呢 对于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美国会应接不暇的 所以第一个他们必须要防范呢 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第二个是 我基本上认为啦 这个俄罗斯呢 对于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其实是极低的 他现在摆出这个态势呢 就是像他今天呢 再次的对拜登提到 就是你不能够让这个北约东扩 不能够让乌克兰呢 加入到这个北约的阵营里面 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呢 就是希望乌克兰呢 作为一个缓冲阀 在北约和这个俄罗斯之间 至于呢 美国今天扬言 他要寄出什么样的 对假设如果乌克兰才 他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其实说实在的啦 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 太大的效果就是了 除非军事暴富 除非呢 你一旦呢入侵乌克兰 他拜登呢 誓言俄罗斯呢 会遭受到是相对应的军事暴富 否则的话 我不认为经济制裁 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他主要是因为说 俄罗斯的银行 大概都参加过一个系统 他把它从这个系统 断掉 让你银行不能运作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很奇怪 就是他一直警告老共说 如果你打台湾 美国就会保护 但是他对于俄罗斯 并没有说我要出兵 他没有讲 他只是说外交要去制裁 切断你的天然气管线 然后对你的金融制裁等等 那会不会打成 会不会打两个战场 一方面是一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出兵 一方面老共在台湾出兵 我想美国也会注意这个形势 不过乌克兰是东乌克兰 几乎俄罗斯已经移民一大堆去了 所以他们说真的打击 他是内战 他根本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 乌克兰东部已经几乎 移民一堆俄罗斯的人 美国国安顾问说 美国将威吓与外交并进 确保中国不犯台 这个时候不能犯台 而且他这个是在记者会 他在简报拜登跟普丁的 这个视讯的记者会 记者突然问说台湾 就想到就刚刚来进来 会不会同时发动两个战争 起来了 那说美国将采取一切行动 来阻止大陆武统台湾 布林肯而且说呢 这个会坚守台湾关系法 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 可是也有这个 很多美国高级的官员说 如果美国打台湾的话 老共会对美国发动 大规模的网路攻击 然后把美国的基础设施 重重的打击 影响美国资源前线 国内社会受到破坏 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争 是各种形式战争 可能都会有了 来 林伟 好 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 美国跟苏俄 这个俄国这个普丁 要视讯 然后又要出言恐吓对方 我可能要对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我要这个对你军事 这个经济暴富或是制裁 我觉得这个有趣 就是说现在的国际之间 尤其是大国之间 有核子武器的大国之间 事实上他们要用 每次在对抗的时候 都要用很多的工具 谁的工具多 到最后谁会赢 好 就是说我用经济制裁你 那我可能又要去弄一个什么 跟有什么军事同盟 签订了一个什么样的条约 然后到最后才才会 诉诸武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诉诸武力很很难难控 因为都有核子武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都是这样 然后一打仗下去 大概都是什么代理人战争 大概就是苏俄支持某个政权的一方 然后美国支持另外一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打仗 不管在我们看过 在越南 在韩国 在阿富汗 大概都在伊拉克 大概都是如此 在叙利亚也是如此 然后那个倒霉的是 发生战争的那个地方 好 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情 我们也要回想一下 克里米亚半岛上一次 然后后来苏俄就占领了 就直接把他并吞掉 到现在就占领了 就占领了 然后美国做了什么 经济制裁 对对就这样 对苏俄来讲 他负得起 但那个代价而已 就是大家的工具 我拿出来用 我接受啊 你要对我经济制裁 我来占领克里米亚半岛 我就占领了 好 我觉得那个关键点在于 这个克里米亚的民意 也是一个重大的因素 如果那个被他侵入了 就像赵拉哥你刚刚讲的 那个才是重点 移民都已经一直进去 一直进去 然后民意倾向 也可以接受那个 俄罗斯决定 那你除非用军事对抗 否则他认为有那个 保有那个 把他侵吞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国土 国土扩张 其他的什么经济制裁什么 那个相对之下都是很微小的 好 我的结论就是说 到最后谁负担得起 你各种报复各种报复之后 然后呢不敢直接对抗 不敢直接用诉诸武力 两大国对抗 那谁负担得起 那个报复 负担得起这个 你使用的工具 我接受得了 那谁赢 谁忍受力 那个承受力强 然后呢意志比较坚定 谁赢 所以到最后状况都是这样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